大家好 这两天的这个全世界的媒体 关注的重点都是这个瓦格拉军团的这个叛变 普丁已经把他定性为叛国行为 但是呢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中间 我看到了几个蹊跷 有几件事情非常奇怪 不正常 首先是瓦格拉军团一天 像莫斯科的发生走到七百公里 OK 两万五千人的军队 你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工具 你坐高铁吗 我这一次从法国这个到挪威 一共是这个1600多公里 把1600公里也走了整个三天 这个一天也只能坐500多公里 像我是开了这个轰达CRV 这个我开了速度140150 那是奔起来飞起来 但是你总要休息嘛 你总要做饭吃嘛 总要这个这个加油啊 总要停下来 是吧 那就是说我那么开的话 就是完全不无旅游 完完全就是敢怒的走法 我一个人我一天都只能走500多公里 这是极限的 你一个军团两万五千人 带着你的装备 你一天走到七百公里 怎么走的 而且你是去 去去去去往莫斯科 这个说法是 什么没有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的阻挡 这一切都是都是疑问啊 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首先瓦克勒军团 是个什么军团啊 瓦克勒军团呢 它是一个雇佣军 雇佣军 他的那个领导者 事实上是普京的一个好朋友 以前好像据说是开餐馆啊 怎么样反正跟普京的关系不一般 讲穿的就是做生意的 他的那个头是做生意的 那么那个瓦克勒军团的来源呢 一部分是老兵 退役的老兵 因为很多当兵的 他当了一辈子兵啊 他就就会这个职业 他就会打仗 那其他的不会 你像我这个拿小职情的 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要我再重新去学一个 其他的专业 学一个其他的东西来不及了 我一辈子我就拿小职情 你只要我回到我的小职情 任何一个领域 我就是专家 我就是那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你要我重新再去学一个其他的东西 我就来不及了 所以很多的老兵啊 他退役以后他没事做 他干不了别的 那么怎么办呢 他只能够继续就是当雇佣兵 就是你谁出钱 你给钱给我 我就当兵 我就去打仗 这是他的专业 这是他的本行 他也习惯了 所以这一部分人是非常有战斗经验 他们以前打过车城啊 打过这个叙利亚战争 他们非常有临战的经验 他们真正的士兵这些事 还有一部分人呢 基本就是这个死刑犯 就是犯罪了 这个这个这个罪很重的 要不死刑犯要不就是 那个要做很多年的 那就是跟他谈个条件 你要不就是把牢房做到底 把牢底做穿 要不就是你去 为国家做贡献 而且呢 还能够为人民 怎么怎么怎么样 最后你还有个退休金 还有个功劳 还有个什么啊 这个名声也可以出来 那么站在结婚之后 你就变成自由人 那很多人想 我在这里 对吧 等我老了 也就七老八十岁了 都或者是终身监禁 没有希望了 那就拿个命去评一评吧 就这种人 那么这种人也是天性 天性就是不怕死这帮人 甚至可以说 有些是讲义气的 这是不怕死的这些人呢 很多其实他们都很讲义气 也是一般义气之人 所以这样的人 跟这个老门合在一起的话 这个污吏呢 他确实是不可小觑 确实很厉害打起仗来 而这个正式打仗呢 这个俄罗斯的郑国军 表现的并不是非常好 他是这个 他是由这个国防部啊 这个国防部长的古少议啊 领导的 他们这支军队打得并不是太好 比如说最后打那个 那个什么城市 他们打了八个月打不进去 最后这个 瓦格拉军团一进去 半个月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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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所以呢 这个古少议呢 是备受争议啊 那么就是 呃 这一次呢 在瓦格拉军团在前面呢 我们听了一些很多很多的抱怨 就是他们的装备 他们的供给 他们的各个方面 都不到位 啊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从这里看出来呢 是他们内部的一些 就是就是内耗 讲出来就是内耗 是吧 你瓦格拉军团 仗打得太好了的话 就少议谷就 脸上无光嘛 对吧 所以少议谷就 跪去拖到后腿 国内就这样 所以这一次呢 其实这些人是 冲着少议谷去的 是吧 就冲着少议谷 你这样搞不行了 是吧 我们在前面卖命啊 结果呢 你们在后方怎么怎么样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次一次这个 呃 我甚至怀疑 他们事先都已经 都是讲好了的 这些事情 怎么一天前进 七百公里 突然停下来 然后就个白俄罗斯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卢坑斯科啊 呃 后面讲讲话 拍拍拍拍肩膀 啊 这个事情就停了 很好 事情就过去了 这个 当时 那天 首先是我 罗威的那个朋友啊 非常非常激动的 告诉我 哎呀 病变了 要政变了 这个罗斯要打内仗了 怎么怎么怎么样 普京跑掉了 然后就是本次老师告诉我 不得了了 听他下来了 当时我听了以后 我当时是确实是很震惊 很震惊是怕什么呢 我就怕这个 普京真的不行了 我最怕就是普京真的不行了 普京真的不行的话 他那么多原则 他喝 但是干嘛用的 对吧 俄勒斯作为一个战斗民族啊 作为一个他的这个 他的民族性格上的历史 还有普京 他这个人这种性格的话 他是不能输的 不能输的 就是哪怕你把普京搞掉 整个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是一个非常倔强 非常倔强的民族 你真正把他搞掉的话 他真的跟你死了 这个这样子鱼死网破的话 他会跟你 因为残国战争 打到现在的话 这个乌克兰的军队的武器都没了 剩下的就是所有的武器装备 都是北约提供了 俄罗斯的这些东西 他也耗的也差不多了 因为俄罗斯的军队 据说有很多东西 还卖给别人 他也 他也搞军售嘛 他要把这个军 很多的这个武器 什么卖给什么伊朗 卖给什么印度 卖给很多其他的国家 所以他武器 他也是一档大的生意 所以他的过程 也是吃紧 那么现在剩下来就是说 北约的这些武器 在跟这个残留下来的 俄罗斯的这些武器在打 这就不平衡了嘛 那么这个这么一搞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 给西方一个口信 同时俄罗斯呢 也找个借口退一步 咱们就和平吧 和平吧 不让你这个乌克兰 输得太难看 就好像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俄罗斯造成一个内部混乱的 这样一个情况呢 再退一步 在领土上怎么想 哎呀 很多人就哎呀 趁机打防攻啊 这个乌克兰又打胜啊 什么东西 其实乌克兰收回了 只是万分之一的领土 他们丢了多少万 这个平方公里的土地 收回了的只是万分之一的领土 真的可以忽虐不计 就是说乌克兰还有没有 反攻的这个能力 这就是个问题 而且乌克兰愿不愿意 真的去反攻 那现在就是要 乌克兰现在很清楚嘛 其实我们其实没有能力在打了 你要打了就去北约来打 所以现在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说 这个波兰军队进去了嘛 波兰就是跟什么 志愿军的什么东西进去了嘛 就事实上是看到北约 但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就这张纸要不要戳破了 就是一旦普丁把这个纸戳破 跟我打的不是乌克兰了 是北约了 那老子就 以前是叫特别军事行动嘛 对不对 那特别军事行动结束 相当于战争 那我就给你北约搞 你哪个北约在哪个 哪个国家出兵最多 我这要抓的证据 我先干你一个国家 就比如说啊 就是说把波兰 某一个地方 给你小路一下 这全世界就进政经 就就就就 这个战争不能不停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叫内耗吧 这个这个 无论是内部的军队之间的 互相的争奋之处 互相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内耗 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这个局面呢 事实上呢 也可以看到普丁的控制能力 他是普丁真的是可控的 他一旦发生这个情况 他可以在一天之内 就把这个东西品系下来 所以他确实还是有能力的 那么他就是要 各打50大板了 对吧 那上一股 你这样搞的话 对吧 闹出这么大事情来了 对吧 那你确实是 过去领导这些一年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 啊 军队的这个 确实也 也是不利嘛 对吧 是不是要 受到某种惩罚 或者某种 那个 对吧 这是个机会嘛 那么瓦格拉啊 那我就是给你要求 给你更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援助 给你更多的这个 补给啊 你就 就再打圣仗去 立功 输罪嘛 啊 那就所有的那种叛兵就 不算叛了嘛 你怎么回过头去 我给你足够的装备 给你足够的什么 甚至足够的荣誉 你们还是爱国的 再往前冲 那还是给你个功劳嘛 就各大50大板以后呢 最后的赢家可能还是普丁 OK 所以呢 我们看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不要看到表面 这绝对不是一个表面的事情 就从一天可以开700公里 这个速度的看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对吧 你说一个军队 两万五千人 两万五千人的军队 你扛着墙 弄着炮 开着车的话 你一天那个往前推进 没有任何阻挡 两三百公里 真的了不起了 真的了不起了 你不是靠以前那个 坐高铁什么 哗我就过去了 不是的 所以呢 今天我这个节目呢 我不给任何这个定论 我也不知道定论 我就是提醒大家 碰到国际上 这些大事的时候 不要慌 不要慌 就是要乘坐下来 要看看啊 你没有哪些蹊跷 你当发现有问题 就说一天前进700公里 这个速度的话 你就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是有毛利的 那么他们中间会达到一种 政治上的平衡 一种政治解决的手段 这个事情会解决 这是俄罗斯内部的矛盾 他们会解决 但是俄乌战争的主要这个方向 主要这个局势的话 我估计是很难逆转 那就是最后乌克兰 北约不都不让步 都不把这个战争要停下来 啊 那么就是我们拭目以待嘛 至少是这个是有尽无闲的话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看看俄罗斯怎么样调整他的力量 怎么样再把这个仗打下去了 我们才是继续关系 OK 下面说一说啊 本来我想这个夏天去非洲的 我想从先到这个开罗 再一致往下走 但是呢 由于有这个车 这个车反而变成了我一个负担了 好像不用这个车又很可惜似的 所以我尽力又可能 再往这个东欧的方向 再去外面去玩几个月啊 所以有德国啊 这个 像这个捷克 区马利啊 维尔纳 或者在我们底下走 像钱拉斯拉夫啊 罗马利亚 保加利亚 反正这一带的吧 希腊 意大利啊 如果这样的朋友 希望跟九哥见面的话呢 可以跟九哥联系啊 我们可以沿途下来的话 可以一起见一个面 聊聊天啊 喝个茶什么的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耶 明镜与点点栏目